阿姨你好,我是教匪學院 今天想請教的問題 是最近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 在一次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罪行的時候 他稱中國也是普京侵略烏克蘭的沉默夥伴 伯恩斯還透露現在美國中情局計劃要增加一倍會漢語的情報官員 最近在社交媒體上也有不少海外華人開始埋怨自己因為戰狼小粉紅的言情而躺槍 特別是澳洲的華人已經在恐懼,未來太平洋戰爭可能要到集中民去 巴蜀獨立會有提到過,未來西方排華的原因不是各國對華人有種族歧視 而是因為海外華人特別容易受到共產黨的操縱,支持中國對西方各國的顛覆活動 而甄別華人的成本又太高,於是在關鍵的時候不得不一刀切 所以想要避免被親共華人拖下垂 最好的方法不是去論證華人裡面有很多好運或多樣性 而是組織起來幫西方國家降低甄別成本 彷彿是因為應對這種未來必然發生的排華潮 於是社群網路上也發起了一些讓共產黨官媒頻頻跳腳的大翻譯運動 但從目前來看似乎尚未有效能降低西方對華人的甄別成本 台灣目前也面對同樣的甄別華人這種麻煩 特別是來自於香港的移民 您認為大翻譯運動是否有起到打擊貴匪跟白區黨的效果呢? 還有這些想跟匪區脫鉤的人在遇到現實瓶頸的時候 要如何做才可以達到更好的政治效果? 另外一個問題是前幾天俄羅斯的莫斯科艦已經被擊沉了 黑海艦隊被說基本覆滅 您的推文中似乎將普京集結兵力準備進攻的頓巴士地區 比喻為民國跟後勁對峙的寧井防線 而普京僅剩的這幾個建制完備的軍團 仿佛會像是最後的官邻鐵記一樣仗衝在大平和 可我請您幫我們梳理一下這段歷史 也就是普京與崇禎還有民國與後勁之戰跟俄烏戰爭之間的相似記 我想現在搞文宣這方面的東西已經很不經濟了 基本上坦生不了甄別效果 政治的實質始終是武力和財政 而華人呢 基本上就是以前所謂的華人就是清國所謂的華人 是指明月移民 他們是有一點點宗族組織人 有一些像是類似東南亞部落原始崇拜的廟族廟公之類的人 在主持他們的小共同體 在這些小共同體在南洋面臨伊斯蘭教在西方面的基督教的時候都表現出組織能力的薄弱 但是他們還算是有一些組織能力 而新中國出來的人全是原始人的 全都是原始人 沒有任何社會關係 所以無論他們口頭上怎麼想像 口頭上怎麼說 等到真正辦事的時候 除非需要組織不可的時候 他們就立刻感到自己的脆弱 白區黨用很薄弱的力量就可以輕按一舉打散他們或者收買他們 任何稍微成形下的組織都很容易遭到內部破壞 而孤立無援的個人等到他在社會上遇到各種困難的時候 稍微對他施加一點影響就可以把他拉過來或者排斥在外 所以華人基本上從組織的角度來講是秩序消費者和缺乏秩序生產能力的人 因此我們要注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主要不是關於金錢的鬥爭 而是關於社會組織能力的鬥爭 而無產階級的主要武器就是解構 解構的主要武器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組織尋找社會弱點的時候肯定會首先從這方面下手 所以華人基本上是沒有能力抵抗白區黨的攻勢的 但是他們的用處也是非常小 因為他們也是孤獨的個人 只能靠人海戰術、人多、零零星星地偷一些 數量大,但是從質量和效果上的那樣,天花板是很容易被封禁的 文宣方面的高畫 與其說是對外的,不如是對內的,例如華人的形象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他跟戰狼發佈的什麼流言之類的東西,關係不是很大 雖然出於耗面子的必要,營造一個光鮮的形象 或者這個形象當然也是一些時代不斷變化的 可能是一個次要目標,但是它基本上不影響大局 中國在西方的存在,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華人 之所以要利用華人,而俄羅斯就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俄羅斯是可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它不需要這個拐棍 而中國的情報機構比俄羅斯的情報機構距離西方更遠 主要不是因為技術性的原點,而是因為中國社會 相對於俄羅斯帝國來講,處在歧視鏈的更低位置 所以它需要有華人這個自身在西方是邊緣的人,但是在中國卻像是人上人這個拐棍的階級,為它充當中間人 而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自己就是西方之間的邊緣的人,他們可以直接進去,不需要這個拐棍 而拐棍當中,其實認真說來的話,台灣、新加坡、香港都要比淪陷出來的法人重要一些 他們在冷戰時期重屬於自由事件這個基本底子,融入西方的層次始終比淪陷區華人要高 所以他們的情報價,即使人數較少,他們的情報價值實在還是要大得多 像李文和能夠起到這種作用,淪陷區出來的華人一個都起不了作用 他如果本人沒有偷什麼東西的話,至少是憑藉他的關係網用軟關係發揮了掩護作用 而這個掩護作用可以使匪諜能夠利用的准代理人或者是有用的傻瓜能夠打通路線 這個作用淪陷區出來的留學生根本起不了作用 他們能夠做的只能是在他們所在的實驗室弄一點資料之類的東西,天花板是很低的 數量多正是為了彌補質量的不足,大量的淋淋散散的,像是激方或者是防災年代的大量的災民 這些錢的東西卻是很少的。像考克斯報告的那個時代,中國航天主要還是依靠西方技術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這些在西方實驗室和科技線工作的華人,很多是淪陷區以外出身的香港人和臺灣人替他們做掩護主 而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航天基本上就要依靠俄羅斯的殘餘技術了。最近二十年,中國航天也基本上跟西方隔離脫鉤 而中國情報機構基本上是沒有反制能力的。實際上就是,別人如果要硬給你脫鉤的話,你再也沒辦法把人送進去。 後來在川普時代,忠心華為這些事情就鬧起來了,其實這些東西按照九十年代的標準都算民用技術。 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實驗,西方國家普遍都把華為當作一個私人企業,當作對本國企業施加競爭壓力的一個私人企業來對待,並不覺得它從事的東西有什麼政治上的敏感性。這就是它能夠做大的原因。 然後川普時代發生的事情就是,等於過去關於軍用和民用的敏感和不明顯的界限,現在已經不適用了。 而現在提出的就是,瘟疫時代以後等於是弄到連醫學技術這些東西都被列為可以或者是應該脫鉤的敏感技術了。 這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還是不可想象的。這樣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擴大的範圍越大,需要技術支持和服務的地方就越多。 因此不斷輸入技術的開支就變成一個越來越大的無底洞,它會吞噬僅僅依靠廉價農民工贈得的利潤而有餘。 等於是你在出賣低端產品,但是為了維持生產,又必須不斷進口高端產品和服務。 像華大基因在這方面也是個典型,它從事的是純粹醫學方面的東西,這個東西按照八九十年代的標準是沒有任何敏感可言的。 有很多情況下甚至是出於人道主義,西方和日本都大量的免費贈送給中國的技術。 但是它采取的模式就是,最初的時候,我沒有摸清楚,我先進口你的昂貴設備。昂貴設備是個小事。 其實真正的大頭利潤在於售後服務和日後的技術支持,這個才是大頭。進口設備這件事情是陳進堂當時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當時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是這麼幹的。 先進口一些設備,然後再逐步搞自己的東西,然後接下來你就需要進口別人的技術人員、服務設施之類的東西。 等於是,你必須為了維持生產,你必須不斷地進口新的東西,而不是一次性進口完了以後,像張之棟他們最終考慮那樣,以後我就完全靠自己的生產。 但是其實不是,因為產業鏈是一個活動的東西。張之棟當時在漢陽搞鐵場的時候,他也以為搞起來以後我們自己煉出鐵就算完整了,然後就把自己的兵工廠也建立起來,全套產業都搞起來。 但是實際上,搞起來以後你還需要專門的焦煤,不是像他這樣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能夠想像出來的,不是什麼煤都適合於煉成焦煤,於是你還必須去進口英國的焦煤。 或者是,如果不高興進口英國的焦煤的話,你要引進相應的焦煤生產技術,然後一步步走下來你會發現,其實你需要整個西方的產業鏈,而把整個西方的產業鏈買下或者重建起來,顯然是不可能和不經濟的。 因此你必須在某一個點上停下來,就是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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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項我買出來自己產,那些那些那些那幾項我還是從西方進口比較划算。 而且你自己建的那些底下,你從西方進口的東西就越多。你在沒有搞漢陽鐵場的時候,其實你什麼也不需要進口的。 你搞那個漢陽鐵場,你立刻發現焦煤也需要進口,這個也需要進口,那個也需要進口。媽的,我拍一拍撈了,我再把焦煤生產線也搞起來。 於是,為了維持焦煤的生產,你要需要進口這個世紀,那個世紀,這些世紀又是從這個實驗室,那個實驗室出來的,然後你要再去進口這個實驗室,那個實驗室出來的,不得了。 我還是先把科舉廢除掉,再搞一系列專門學堂出來,然後接下來事情整個推動起來就是要搞一場整體性的社會革命了。 經濟規模擴大越大,這些進口的需求就越大,而進口的成本就越多。像華大基因開始的時候,它是一個很好的客戶。 它進口的儀器,獅子大開口的進口,比起像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比起全世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加起來還要進口得多。 你要按照這個成績堂式和張宗室的計算方法,讓它以後各種世紀、各種維護、各種服務業方面,源源不斷的、幾十年規模的不斷進口,是一個天文數字。 它很快就吃不起來了。接下來它就想辦法開始偷了。 意思是,機器已經在我手裡面了,剩下的零零碎碎的東西我就開始偷。或者能仿製的仿製一部分,功能不需要完全打標,能湊合地使用。 湊合地使用很可能會是儀器壽命減少,但是我們眼前能湊過去就行了。湊合過一部分,剪輯一部分成本,偷一部分剪輯一部分成本。 所以現在的華大基因是一個盜竊大戶。盜竊之所以能夠容忍,更華為是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搞的不是什麼軍用項目。 至少按照二十世紀以前的傳統觀點來說,它的搞的不是什麼軍事用途,但是以後可不一定。 而且隨著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日益密切,封境的範圍就日益擴大了。在封境範圍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呢? 你必須用大沙瓦的方式派遣更多的,就是所謂的淮海戰役當中推著小推車的農民工,像是鬧飢荒時期的災門跑到別人家的麥田裡面去撿麥稅一樣。 人多了,多少可以多建幾個賣稅的人?但是這樣又會觸發更多的封境,然後你又必須派更多人去撿麥稅。 結果,這個攤子越過越大,越過越大,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國產替代,就是利用你簡單的墨稅作為奇蹟,用國產的我們知道的質量都比較差的那些東西來替代進口的質量比較好的東西,但是能夠維持產業鏈,不再運轉。這個過程就是瓦房鏈化。 瓦房鏈化是有很多個級別的。例如,英州那種種氣,號稱國之種氣、大國種氣的那種青銅氣,在英商殖民入侵、建國以前的那個階段,以及英商中裂就是史書中記載盤根遷陰的那個階段,和英商滅亡以後,一部分人馬被州人納入自己的封建體系, 分封到各地。還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逃亡到州人控制範圍裡面,江漢以南或者是其他地方去那些地方,以及為州人本身和州人的各諸侯國所利用。這三個階段就代表著三次瓦房鏈化,每一次都導致了技術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而且技術水平下降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其特色的。 這個詳細講起來沒有必要,但是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性替代盡可能用本地的原料和技工來取代原來來自西亞的老技工傳統,然後導致技術水平相應的衰退。 同時,隨著統治階級對這些技術的利用方式的不同,他們的神聖性和重要性是逐步趨於下降的。 尤其是在殷香滅亡以後那一次,被釋放出來的技術和他們的載體在使用他們的其他列國當中,不再是政策上的統治階級。 因此,過去通常用在技術上、軍事上的東西,後來在周人手裡面,在陽江以南各國和關東各國經常都被用作民用的東西,用來吃飯、用來日用的東西。 而用於技術的東西和軍事上的東西,則被掌握在比如說楚國、徐懷各國和百越其他各國原有的技術階級和軍事階級當中。 而這些技術階級和軍事階級原有的技術和音樂器具,比如說像柏、牢這些,這就是典型的百越式器具,跟英人和州人原有的宗教器具,比如說州人的編宗之類的東西,都是不同系統的。 所以,等於說你那些技術移民團體在那裡是沒法用的,地位進一步降低,隨著政治地位降低,技術層次和也就相應的瓦方電法,最後漸漸地在歷史當中消失。 所以,國產替代無論什麼原因也引起的,它導致的後果基本上是符合演化生態未決定的這一期的歷史規律,仍然會發揮作用。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意味著中國留學生對於雙方的價值都下降了。下降的過程當中,就是你產生的作用和好處漸漸地趕不上,在外匯短缺,經濟逐步去美元化,這個恰好就是由於留學生這些減賣稅式的技術收集活動,支持國產替代造成的。 換句話說,他們出來對國家的用途本身就是一次性的。像是國產零零期所說的那樣,手指對國家也是有用的,但是只用一次。 所以,派遣留學生讓他們消費日益減少的外匯變得沒有必要,甚至是得不償失。 因此,中國派遣留學生的意願和西方接受留學生的意願是雙向降低。 結果,在二十年的全球化時代當中,留在西方的這些華人,這就是新華人,跟大清國時代跑到戈斯達尼加或者南非那些開礦的、或者是印尼那些開礦的、做生意、開小家的那些越人、敏人不是一回事。 他們是無根者,但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已經留下來了。在美國還算少。在澳洲,因為美國人口甚多,而且移民團體也極多。 即使在亞洲人當中,華人被印度人和菲律賓人一擠,幾乎是擠得看不見了。澳新的印太性質非常明顯。它明顯是太平洋國家,它的移民非常集中,所以華人在其中占了一個戲劇性的比例。 因此,澳洲的華人集團像六十年代的印尼華人集團一樣,地位過於突出、過於孤立,又是本地社會無法消化的。他們特別容易遭到驅逐或者是混不下去。 而混不下去的一個職業原因恰好就是中美在經濟方面,或者說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作為帝國主義附庸經濟體系,融入和升級失敗。這個失敗有其必然性。 因為中國是來把全球化經濟學是冷戰經濟學的一個擴大延伸版,等於是一個通貨膨脹。它消化了大量的剩餘美元。這些剩餘美元動員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使得亞洲四小龍的地位相對被墊高了。 就像是日本騎在亞洲四小龍的頭上,然後亞洲四小龍又騎在淪陷區的頭上,然後下一步呢?淪陷區應該怎麼升級了?它能夠找到只有廣西、緬甸的農民工或者馬達加斯莎這種很小的地方,是支持不起一個放大版的升級的。因此僅僅出於經濟上的理由。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吳越和南越的剩餘勞動力基地基本消化完畢以後, 所謂的煙行模式和冷戰經濟學的擴大升級模式,依靠美元進一步擴張形成這個模式,變得無以為繼。 無以為繼的結果就是,用於增加美國軍事實力和美國人民消費能力的新增美元,不再像全球化時代那樣, 能夠迅速地通過中國廉價勞動力而轉化為輸出通貨緊縮的商品,而是開始在美國和全世界到處流竄,導致了供應鏈的混亂和物價的上漲。 因此導致了美國國內的政治危機,使得整個模式都無以為繼了。 習近平的上台和改革開放經濟的結束,以及重建以生產力為本位而非以出口外貌為本位的經濟體系,是中國避免社會崩潰的唯一手段。 但是這個政策本身就是會導致,像中國在過去二十年輸出通貨緊縮、對沖美元通貨膨脹、維持世界經濟穩定一樣,它會輸出供應鏈的混亂和輸出全球經濟危機。 這當然也意味著,使西方國家容忍中國的主要理由從此不復存在,雙方決裂是不可避免的。 而奧華,因為他們的出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清華人,他們經歷的是改革開放時期生活水平的上漲,而毛澤東時期的慘痛經歷對他們來說是歷史。 而他們又是秩序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奉行零年哲學。 歷史從1978年開始,以前的事情就像是二戰以前的事件跟我沒有關係,我們並不比你們差,我們應該這樣應該那樣,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是不知分分的。 他們輕而易舉地會被地下黨操縱起來,然後在脫鉤的過程當中,他們自身在澳洲的經濟。 他們在澳洲的做法差不多都是想把中國行之有效的改革開放模式輸入到澳洲來,而且自豪地說,就像是以前馬來華人自豪地說, 我們才能使你們的經濟高速增長。沒有我們,你們原來的馬來人是沒有辦法經濟增長的。 但是這個經濟增長模式會導致原有社會的失衡,會導致房地產價格高漲,會導致對窮人殘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導致社會關係的極度緊張。 這都是澳洲原有社會體系以及穆斯林原有社會體系不能容忍的,而他們在玩火摧毀自己的賴以生存社會的技術的時候,對此竟然毫無所知。 而他們能夠指望的僅僅是1945年,蔣介石以世界列強身份之一,在勝利經驗日的遊行以及中國大國崛起,哇啦哇啦舉行奧運會這些純屬文宣性的極其飽弱的東西, 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被他們理論上的祖國是拿來當作一次性利用的,臨場就要折斷一支槍的利用。 他們在澳洲的,其實也在整個西方和全世界的生存機會很快就要消失了。在生存機會很快就要消失的時候,他們也會像六十年代的東南亞華人一樣說,這是因為你們太不先進了。 如果按照我們這一套改革開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做法,我們還可以繼續開發你們。 所以,都是因為你們萬惡的白左勢力妨礙了我們,或者萬惡的白右保守派勢力妨礙了我們,不肯接受我們的領導。 如果我們能夠像在新疆那樣把你們都關進集中營體重新效益一下的話,澳洲的經濟馬上就會起來。 六十年代的東南亞華人是很遺憾的。為什麼不能把東南亞變成湖南、廣西那樣的形成? 對你們實際俊憲的話,那樣的話,我們很快就去見識起來。都是因為蔣介石犯了一個錯誤,沒有曾抗戰勝利的機會順手把你們全部刺激的員工。 當然,有了這個想法以後,他們能夠找到的合作者又只有葉建英同志,因此自然而然就被土族人利用冷戰邏輯輕而易舉地收拾掉了。 今天的澳洲華人,其實美國華人也是一樣,他們能夠選擇的工具是不多的。 其實,如果他們不投靠白水黨,不在即將正在來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投靠白水黨,你說他們要有其他的辦法,那真是屈指可說。 因為他們是毫無戰鬥力可言的。儘管改革開放以後的所謂倫先期自由主義者很瞧不起的孫中山那批人,其實他們的能力比孫中山他們要差多。 孫中山他們至少能夠組織這軍隊,現在他們才能夠組織什麼軍隊嗎?既然你毫無能力,唯一能夠利用你的就是共產黨。 這個就像是,如果你是一些巨木蕭的話,能夠吃你就是白蟻,連牛都不會吃你,只有螞蟻會吃你,吃了你以後再被牛吃,然後牛才會變成牛肉。 人類是只吃牛肉而絕對不會去吃木土的,你們就像那些木土蕭,人家沒法吃你,只有共產黨願意發揮白蟻的作用把你吃掉。 因此,既然你出生就是木蕭,那就沒有什麼辦法,你只能像木蕭一樣被吃掉。 吃到一定程度,在本地社會容不下的時候,儘管本地社會發生了大公共的排華,你可能混不下去。 而且你也義正此言說,我要回新加坡去。你們太傻逼了,不接受我們的先進市場的人了,但是新加坡也不會要你,所以只有中國才會要你。 而中國看中的是什麼?就像是對付以前的閨國華僑一樣,在貧夏中榮身上,你至少還會帶一些,哪怕對你來說是零花錢,是一些美元回來。 你還會帶一些技術回來。這些技術至少在延安或者駐馬田鄉下的人眼裡面,至少你沒有別的本事,還可以當當英語教師什麼的,還有一點點可以消化利用價值。 可以讓你去支援大火荒建設。就像蔣介石讓的時候,大量的馬來南洋華人、新加坡華人從香港過來投奔國民黨,如果廣西或者從其接受不了他們的話,他們就會一轉身投奔到延安去,也是突出同樣的模式。 當然,等回來以後,他們消化不了的時候,又會一天到晚上抱怨,然後因為抱怨的原因,又會被打成各種反革命分子,被消滅了,這些都是事先可以預見到的。 人類一旦把他們自己過去享有的待遇看成不是一個臨時公、臨時享有的運氣,而是一種基本人權或者是世界的基本規律,誰不給他這種待遇是由他敵人以後,那就基本上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是你自己有能力創造出來的嗎?你可以估計一下你自己有能力創造出什麼呢?但是一般人是很少會去估計這個的。 大多數情況之下,越是無產階級,就越是傾向於把自己臨時得到的東西看似是非有不可的。這就是為什麼給無產階級施捨了也要很謹慎的原因。 施捨了以後,如果你下次不給施捨的話,那你不但不會得到他的忠誠,反而會得到敵對待遇。 他認為別人白給的東西,就是他跟他自己掙的東西是沒有區別的。而且這種想法是完全真誠的。因為他自己沒有生產經驗,他不知道錢是從哪裡來的,反正這個也是給錢,那個也是給錢。 我創造的價值和我得到的錢之間有什麼關係?這個關係我完全理解不了。如果我能夠理解我得到的錢和我創造的價值之間的關係,那我還會當無產階級嗎? 我自己肯定有能力進行企業了。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的話,能夠了解你得到的東西和你創造的東西有什麼關係的話,那你實際上是已經有能力自己創造的秩序,不可能是安心去消費別人提供的秩序。 所以,一開始就是以秩序無產階級方式引進這些人,在解雇的時候或者說是在被淘汰的時候是很麻煩的。能夠承擔這個使命的人也就不會是上的人,而會是跟他自己階級地域比較接近的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眾民主的二十世紀會出現共產黨的原因,它不會出現在原始部落時代或者封建時代。我們仔細考慮一下共產黨消滅掉的這些人。如果按照明小的觀點來說,顯然共產黨太壞了,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壞的人,以前的暴君殺幾個人殺幾百個人就被所有的歷史學家遣得了不得了,共產黨殺了這麼多人還不得了了,什麼事情也沒有。但是我們考慮一下消滅的是什麼人。 他消滅了丁林那些人,或者是消滅了王師妹這些人。這些人留在國統就是幹什麼的?除了鬧革命以外,做山洞家喻他還能幹什麼?他消滅了馬來華人和印尼華人。這些人在東南亞除了製造紅色膏棉以外,他還能知道什麼? 斯大林消滅了我們經驗的布哈林和吉尾維爾夫。吉尾維爾夫除了在荷蘭和墨西哥搞恐怖活動以外,他還能幹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布爾什維克之所以上臺是因為沙皇不夠蹭職的人。沙皇如果願意很蹭職地把你這些事情都殺了的話,那麼我們就不用讓斯大林上臺了。布爾什維克根本就不會上臺。克倫斯基如果願意殺掉你的話,也不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既然克倫斯基不殺掉你的話,你們就自己上臺了,自己上臺以後就只能由你們來自相殘殺。由布爾什維克的黨部隊右派,我們經驗的斯大林同志,來把黨內左派殺得乾乾淨淨,而且還要把其中一部分打成左派,讓他們感到極其冤枉,憤怒地說,連共不黨是怎麼寫的?什麼話?歷史紀錄要保持公正這件事情,難道不就是自殘階級的觀點嗎?布爾什維克早就說過了,我們的歷史體育本身就是為政治服務的,你們既然輸了的話,你們抱怨個毛。 為什麼不像我們敬愛的托洛斯基同志一樣,好歹政治城市一點,說一聲,媽的,腦子想辦法打開算了?其他的事情都是扯淡的。 共產黨是一個垃圾清理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存在,這些人清理起來都會很麻煩很麻煩,十分痛苦。 即使是千島治國印度尼西亞有無數方物的外島,如果沒有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話,也很難安置這些足夠的華人。 所以,周恩大統統把他們接回去,可以說是一個堅大歡喜的做法。這種垃圾清理機制其實在歷史任何時期都是有的。 只不過在大眾民主的現代,因為大眾民主的經典理論是所有人都一樣,是不區分秩序生產者和秩序消費者的。因此,秩序消費者特別容易不知道自己想了解。 儘管他們在現代社會中是獲益最大的,在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他們一般來說是連生存能力都沒有的。 而現在,他們不僅過上了準中壇階級的生活,而且還認為他們跟所有的流血、出錢、做出各種貢獻的維持社會的精英是完全相等的。 而且還希望能夠利用歪曲的意識形態理論,不僅獲得理論上的評論,還獲得思想的統治權,後者肯定將會導致社會的崩潰。 在經濟膨脹期,可以說,社會上需要很多臨時工,端茶的小妹非常緊俏,根本不把公司的管理人員當取社。 因為那時候正是女工緊俏,前沿腳步的時代,她拿了她的錢,也不考慮以後的事情,好像是以為目前的情況可以永久性地維持下去。 在經濟繁榮、擴張的時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臨時工跟老員工、跟領導、老闆的差別好像都不是很大。 甚至前沿還會產生幻想,就是說,在下一個階段我們還可以得到更多,徹底消滅一切階級見相,就直接由我們平衡這麼多領導就算了,也是可能的。 但是實際上,經濟總會,經濟的營縮只是社會本身營縮的一部分,會進入收縮期。收縮期的時候,資本家和員工的差別階階間階間階間就變成一道鋒鉤了。人家只是賠錢,你需要賠命。 老員工,有封建關係的老員工和隨時都可以打發出去的臨時工,差別就變得非常明顯。這是社會矛盾者區域的尖銳。 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在這個階段來消滅那些不願意接受社會結構,在繁榮時期幻想自己會當上同的階級,在消滅時期把自己的厄運歸咎於那些比他們新穎和成功的人。 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會投奔共產黨。所以,等於說,每一次榮頸對下等人來說都是一個機會。假定你的倫理是封建性的,你在端茶小妹都很緊俏,老闆只會不懂端茶小妹和用人皇后氣得乾爛眼的那個時代, 你就不會把你的錢隨隨便便地拿去清暗語舉地花掉,也不會覺得我做一個端茶小妹的日子也過得很好,就用不著苦心去學技術或者培養人機關系的。 你會利用這個時期提升自己,然後至少會給自己分出一個封建制度下的老員工的地位,但是這個是需要奉獻和犧牲的。 在經濟繁榮區就有一個特點,比如說,我一個端茶小妹拿八百塊錢,老員工拿一千二百塊錢,但是老員工整天在加班,來了什麽集氣的話,老員工半夜不睡覺,一直加班到早上,家裏的孩子都沒人照顧,太辛苦了。 如果我是個無產階級,我就會說,我才不幹這種傻事呢,我就一直這樣混下去,我舒服得很。 這種邏輯就好像是,假如我是個年輕男人和女人,我就覺得,天啊,那些中年賢瑜,接了婚以後,養了一堆孩子以後,整天會黃黛,一點樂趣都沒有。 哪能像我這個樣子?他們敢替老闆,給老闆吵架嗎?不行啊,家裏們還有孩子呢?他們敢隨隨便便地辭職,到齊里馬達羅去旅遊三個月嗎?不行啊。 每一天為了多拿幾個加班會而犧牲自己,下了其實是時空見慣的事情。我為什麽要像他們一樣生活?我像這樣不是很好嗎?我不是絕對不結婚,但是我結婚的對象就要保證不會使我原先的生活質量受到損失。 這個意味著,我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女工,但是娶我的必須是王子才行,普通的公產階級都養不起我。如果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臨時工,嫁給我的人也必須是公主才行。 一般小老闆的女兒,老婆和女兒還要幫助企業做免費的秘書工作,那是絕對不行的。當然,這樣做你在本階級是根本沒法結婚的,跨階級年幼是不可能的。過不了多久,你到了三十五歲,然後你就變成了被私費淘汰的人。 然後,對於那個無產階級小妹來說,到經濟繁榮結束的時候,公司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廢修機器的人。那些廢修機器的人有一部分是老闆原來的老員工,是一起打天下的。 這些老員工就像是創業帝王時期,跟陳吉思汗一起打天下的十三個騎兵一樣,是不會因為一時打了敗仗就散火的。他們跟陳吉思汗是兄弟的關係。他們的關係也是超出賺錢的時候我們一起婚錢,沒錢的時候我憑什麼跟你幹活的那種關係。 是沒錢的時候也會倒陪的幹活,希望等到公司度過難關到下次賺錢的時候。你很可以看出,如果一個公司所有人都是有錢給我幹活,沒錢給我的時候我走人那種純粹金錢的關係,那麼這種公司在經濟周期上是不可能競爭過封建型公司的。 封建型公司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核心團體是願意倒倒錢來拼命維持公司的,而純粹自由主義的公司的話則會立刻解體的。 因此就出現了演化上的必然性,封建型的公司必然會吃掉那些缺乏封建型的公司。那麼這些一直留下的員工有哪些呢?有一部分就是跟著老闆最初出來一起打天下的那些真正的黑老員工。 還有一部分呢,是經濟繁榮時期願意加班去學技術,已經變成跟老員工一樣是不可缺少的。這個老員工和這個新員工形成了一個新的團體,將會跟公司一起渡過難關,當然也可能渡過難關大家一起死了。 這是誰也說不准的事情。而小妹們和那些相信無產階級統治權,覺得我很聰明,我絕對不敢做傻事的那些人,到經濟相同時期就被淘汰出去了。 政治上的秩序比經濟上的秩序包容得要大些。嚴格上講,經濟上的淫縮只是政治上秩序淫縮的一個小部分,一個小的側面。我們馬上就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考慮。 美國,或者說實際上,還有八旗子弟、還有基督教徒、還有穆斯林,最初也都是像我剛才描述的那種封建系企業一樣,也就是陳吉思汗和他的幾十個小兄弟搞起來的。但是他們會不斷地擴大。 在繁榮時期,歸夫他們是很多的,看不出誰想誰弱。但是蕭草時期,叛離的人和離開的人和加入了原先團隊變成新美國人或者是新基督徒、新穆斯林,以後子孫後代漸漸就跟原來的老穆斯林、老基督徒、老美國人沒有區別的那些人,就會體現出鴻溝來。 他們的區別是怎樣的?很明顯,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實際上自由主義者和民主愛好者不大喜歡的事情,就是奉獻。 對於企業來說,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種,難以控制和難以利用機器來的時候,誰願意加班加點,不顧一切地把你們的奧妙搞清楚?還是,我原先簽訂的合同中不包括這個呀,老闆憑什麼要我額外幹活,我還是出去玩去吧?區別就顯得出來了。 對於一個國家和政治團體,那就是國家需要你的時候,你有沒有打仗去加入軍事團體。 我們注意到南洋華人,他們要么是根本,連納稅都不大肯拿。南洋華人是很善於投稅納稅的。 英國人統治新加坡的時候,從華人身上得到的收入,基本上是從賭博稅、鴉片稅上、還有妓院稅上收到的。這就是消費稅。按照西方種稅制,你需要自己去登記報稅。你可以想象,華人是絕對不必自己給自己登記報稅的,而且肯定會隱瞞財產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這種稅制能夠行得通,就是說你原先就有像樣的社區結構。比如說,你有自己的穆斯林長老,有自己的封建貴族,這樣的社區不能搞這種耍爛的做法。但是如果你的社區最高成就就是三合費的話,那這一套是玩不通的。 那麼英國人怎樣問你要錢呢?就只有徵銷貴稅。你們銷貴的是什麼呢?你們有了錢不交稅,用來幹什麼呢?用來去抽鴉片煙去了?用來去賭博去了?用來去逛妓院去了?很好,我也不幹別的,我想大清國、曾國藩他們和後來的各路軍閥一樣。 我直接向寄院老闆收花捐,收到花捐沒關係,狠狠地收益給花捐,就像現在搞鴉片壟亂的時候可以賣高價的一樣,反正有鴉片煙女婷出錢,你可以找你的嫖客的一套錢。我找鴉片煙管的老闆出錢,找酒管的老闆出錢,就是這樣的。 今天新加坡人把自己當成是李光耀式的高等華人,其實他們的主權就是這樣的。那麼處在危機的情況下,他們的錢給了國民政府,他們的熱血清言投奔了國共兩黨。這又是他們的金錢和武力的去向,跟本地社會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要注意,今天西方時代的華人也是這個樣子的。你看,從紅色高面大屠殺當中,好不容易被西方救出來的法國華人,他是唯一一個投票支持中國在新疆搞集中營的議員。 左派的議員和右派的議員,平時無論有多大的差別,對於這種行為都表示不能容忍,只有華人願意支持。 法國的華人忠誠的對象像是南洋的華人一樣,他們忠誠遙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不忠誠法蘭西的社會,無論是法蘭西的左派還是右派。 當年的馬來華人也是這樣的,今天的美華傲快是這樣的。這個行為是什麼?這個行為就相當於在公司日子好過的時候,需要加班的時候,你收收收地提前給自己放假了,讓那些你最瞧不起的傻瓜陪著老闆去加班加電。 但是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些人做出跟你不同的選擇。例如,以前的美國黑人,他們在獨立戰爭時期以後,就想方設法來搶著當兵,為了爭取一個流血犧牲的機會。 因為只有這樣能證明,他們一點都比白人差金。每一次美國發生戰爭的時候,從獨立戰爭開始,都有他們去真正當兵。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黑人在美國是一個合作統治者,而不是像華人所想像的那樣,哈哈哈哈,你分了這麼多年,錢還沒有我多,我難道不能歧視破壞你一下?我惹不起白人惹不起你嗎?被踢出去一定是你自己。 或者,看英國和荷蘭在南洋的合作者,他真正靠著一號對象是什麼?是陳展根先生嗎?當然不是,是拉康曼的親王,到底也是一樣的。 你從公司繁榮時期,是哪些人給公司加班加點去修機器的人,以及對於全球化時期或者經濟擴張時期,這些新移民當中,哪些是願意犧牲自己為國家服務的?還有哪些是像華人這樣聰明?有好處的事情我一定要兜戰。像五十年代的時候,印尼大學基本上都是華人,因為華人是有考試的傳統,而印尼土族人沒有。 而今天,美國的菲拉右派又要再引用自由主義的原理說,考試面前以人人平等,為什麼要讓黑人和拉丁人來佔我的名額?我們要完全憑考試的話,這些名額不都是我的嗎?打倒你們,好吧,然後你們用重點話來鬥一鬥。然後等到關鍵時候被趕出去的時候,你就要說,看來美國民主已經墮落了。以前美國是資本主義,中國是社會主義,所以中國不行。 現在美國是社會主義,然後中國才是資本主義,我們還是去投奔習近平嘛。當然也可以有差的理論,但是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們根本不理解秩序是怎樣產生的。大學是什麼東西?大學最早的大學是什麼?牛津和劍橋。它是給誰上的?給英國貴族上的。英國貴族是因為他擅長考試才上大學的嗎?不是。英國貴族什麼叫貴族?我們來問中世紀的等級結構是什麼樣的。貴族是負責打仗的人。 第三等級是負責賺錢的人。教室是負責宗教以及文化、知識分子各方面有的人。也就是說,實際上除了貴族以外,其他人是不必去打仗的。只有他們流血犧牲。 然後大學是什麼?這些平時打獵射箭等於是軍事演習、戰爭時期流血犧牲的人,給自己未成年子弟準備一個救護。 他的用途跟原始部落時代,部落少年到了十四歲以後就有少年幫兄弟會。等到十八歲的時候,兄弟會畢業以後,他就要經歷一個成人禮。這個成人禮在周禮當中還有一句。 比如說,周禮當中有一個禮節叫慣禮,女人也有相認的禮節,就是把你從兒童到青少年,這種青少年到成年人之間都有相認的禮儀。這個禮儀往往是要經受痛苦的,或者說是與軍事有關的。 例如說,孔子那個時代還有一些禮儀就是說,你要成人以後,你要幹什麼?要行禮。行禮是什麼?射箭。 你以前是個青少年,在青少年兄弟會中活動。青少兄弟會中活動,那麼你是不承擔職業者的人,像孩子一樣。 但是你玩的內容已經跟成年人很相似了,經常就是弓箭、馬術之類的東西。這樣就是讓你在娛樂當中學到一些軍事技術,然後你到成年的時候舉行禮儀。 禮儀是什麼意思?就是一些長輩,他們也是貴族,你是貴族的兒子。 他們是你爸爸的同才貴族,他們都在參觀。伯爵少爺的成績怎麼樣,我們都可以看出來了。 然後伯爵少爺就出來射箭了,舉行禮儀。禮儀是什麼?大家擺桌子,先敬酒。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 因為我們都是很有文化的人,禁酒同時,我們可能還要迎送一些詩經的詩句諸如此類的,交換一些政治和外交信息這些。 然後禮儀搞完了以後,小伯爵出來射箭了。射完這個箭以後,你就是伯爵了,以後你就要親自帶隊,開著戰士去打仗了。 然後如果你玩得很好的話,瘦瘦瘦每一箭都中拔,然後下來以後還給各位長輩淫一兩頭的詩,證明你還很有文化的話,那麼老伯爵的面子非常光彩。 以後你保證錢就無量。因為來的這些人就是本諸侯國的精英。看到你文武雙前的這個樣子,就知道二十年以後,晉國或者正國的執政大乘可能就是今天這個少年了。 但是你如果射箭就射歪了,然後詩也做不好的話,大家就要搖搖頭,恐怕你將來帶兵要打敗仗,當外交官也要上權辱國。看在你父親老伯爵的份上,我們勉強給你一個面子,但是今後執政大臣可能是輪不到你的。 這就是大學是什麼?大學就是你十四歲以後到十八歲之間,在你開始學射箭和相當於畢業大考的那個慣禮之間,你跟同年齡的貴族少爵一起玩的地方。這就是你由軍和建小的起源。 所以,到底誰是符合大學的原因呢?就是二戰結束以後,退伍軍人免試入學的那一條,是符合大學的原始條件的。 而華人做起家想像範金那樣考試進去,然後拿著一個好學弟去掙錢來了,那只是大學在資產階級時代和平民政治時代擴大以後的一個附帶功能。 這個附帶功能相當於什麼?北大教授上課的時候允許社會賢家的人去旁聽,儘管你沒有交學費,但是我的課是給交學費學生上的。 交學費學生上不上的好,我要管的。你們那些旁聽的人嘛,你們是在占便宜的。 占便宜的好處是,地主家在秋秋時節規定田裏面閃動的賣費,貧俠中中可以來撿,這是一個慈善活動。 早在猶太人的時候就是這樣,後來穆斯林還是這樣。穆斯林的規矩就是這些閒閃的河廟不要撿光,撿光了顯得穆斯林非常刻薄,你要留下來給窮人和飛鳥吃。 就是這個意思。你通過考試入學的範金這些人,其實就是無產階級和飛鳥那種撿賣費的作用。 賣費多的時候讓你們撿一些也無妨,但是真正的特權是留給貴族子弟。 而貴族子弟在今天的對應物是什麼?就是退伍軍人。很好。 華人會去上西點軍校嗎?華人會像黑人那樣以10%的人口支持25%的軍隊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你就抱怨說,這跟毛澤東讓貧下中隆免費入學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區別?看來美國要完了,美國已經落入左派手裡面了。 這就是華人的邏輯。然後你順著你自己的邏輯去,你不做任何奉獻。你來了就是來賺錢的,找一個舒服的好學校,然後去賺更多的錢。 辛辛苦苦的工作,社區工作有黑人去幹,打仗流血的工作有黑人去幹。你覺得你便宜都賺完了,我最懂資本主義了,你們都要聽我教育什麼點資本主義。 然後等到政治衝突來的時候,人家欠一句把你趕出去了。你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可以投奔資本主義的真正祖國,也就是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你就被無產階級專政,像是絞肉機一樣絞成碎片,把所有的肉汁都絞掉了以後,像垃圾一樣扔了出去。 但是直到死到人頭,你仍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麼毛病。你覺得你很聰明,以前吳涵他們非常傻。 他們是因為相信共產主義才去投奔中國的,而我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才去投奔中國的,我應該嚇唬給他們好。但是其實你們都是一樣的。 你講的資本主義和他們講的共產主義,你的非拉右派和他們的非拉左派是一個意思。 非拉左派是什麼意思?別人出錢,我出不及錢,但是錢怎麼花要由我決定?你們竟然不讓我決定,資本主義太壞了,我還要去投奔共產主義祖國,毛主席會領導我們打倒資本家。 然後你驚訝地發現,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廣大平壤中東認為你就是資本家,先把你打倒了,但是這時候已經太晚了。 非拉右派的邏輯是什麼?美國軍隊打仗的時候,我絕對不許打,它建立起帝國分匪的時候,我一定要去分,這才叫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要保證我不用流血,但是我還要去領導和指揮那些流血犧牲的人。 你看,我比那些非拉左派聰明多,當然你是一樣的。你跟非拉左派的共同點就是,非拉左派不願意出錢,但是分錢的時候卻跑來了。 非拉右派不願意打仗,但是分勝利果實的時候他就跑來了,他們都是寄生蟲。只是寄生的角度和側重點略有不同,所以他們的最終效果都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們敬愛的地下長,對於傳統的非拉左派和新興的非拉右派都有自己的相應的工作小組,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讓他們不知走。 因為騙人是點很簡單的事情,不需要任何技術。其實騙人唯一的技術就是要尋找壞人,因為你只能騙這種壞人。 我們可以假定,假如一個人有真正嚴格的道德操守、堅信不饒者不得食、不饒不誇獲的道德員的話,他其實是不大可能被騙的,是非常不可能被騙的。 但是實際上所有人都是有弱點的。就像《敗派的塔》的《萊寶》跟那部小說中所說的那樣,平時的正人君子到關鍵時刻,忽然跳出一個比他平時能夠抵制的誘惑更大或者更新鮮的誘惑,他多半也是抵制不住的。 因為人性就是這個樣子,你不能完全相信人性。所以騙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去尋找壞人,利用壞人的貪心。沒有這個貪心,他們不會上犯。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布勞而獲,所以他們才會相信你賣給他的彩票。這就是因為他們相信有包子百病的靈藥,有長生布勞藥,所以他們才可以吃下去賣給他們的紅丸。 假如皇帝都是名字監禁人,監製說,所有人都是應該死的,我也是應該死的,我絕不要為了要長生布勞而給其他人造成負擔,那麼騙子騙不了他的。 但是皇帝肯定不是這麼小的,皇帝會說,我貢獻這麼大,難道不應該多活一點嗎?最高的技術不應該用在我身上,於是他又咳嗣咳嗣地吃下了很多紅丸,結果連正常的說明都是活不到了。 騙子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吃紅丸的皇帝同樣的人。 當然,補金業早在金魚滅絕以前就破產了,所以你不需要做一個完美無缺的人才能夠不上當。你只是要在當時社會當中比其他人要稍微正直一點。 就像是在傳染美流行社會當中,你只要比別人多一個洗手的習慣,你的生存率就會高很多。 因為騙子需要有一個很高的利潤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產業,不是說是只賺到一點的人就行,所以它肯定會向社會上最腐敗的那些人入手。 所以,共產黨就是一個指標,它能夠入手的地方就是社會最腐敗的地方。共產黨最後落到跟中國聯繫在一起,就是因為華人社會就是最腐敗的。華人是最貪婪、最自以為聰明,而又最沒有遠見的。 其實,這就叫做立立自分。片子使用的片子往往是非常簡單的。別人,比如說家裏面的長輩會扯著耳朵對你說,你傻瓜,你離開家裏面的房臉部去找那個女人,那個女人說如何如何好,她肯定是在騙你的。傻瓜都能看得出來,但是你卻跳著腳說,我們自由戀愛,打倒包辦婚姻,誰也勸不扶你,因為你立立自分。賭博的時候,他一定會說,你們說的道理,我全都懂。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我馬上就要翻版發大財,我就發這一次,然後回來過好日子。當然,他的結果就是越輸越多,最後全部停家當產。道理他全懂,但是立立自分。這裡面起座的能力根本不是任何道理,就是你人格上,尤其是基因上,抵制短期利益和宜忍麻你的那一點點抵抗力。 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族群像華人這樣好賭的。華人往往沒有宗教,但是卻從來不會沒有賭場。即使在沒有正規賭場的時候,華人會把社會結構建構得像賭博一樣沒有區別。 科舉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彩票制度。它不依靠任何可以測量的本領,主要是依靠運氣。 獲得的是尋租的機會,不是創造的財富,而是犧牲那些賭博失敗者的利益獲得掠奪的特權。華人的社會特別像博爾赫斯的小說《八比零彩票》。 所以,這樣一個社會就是很接近於一個裡面裝滿了爛肉,正在發臭的垃圾桶,對自己和周圍所有社會都有害。 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的存在有其必要的緣故。只有共產黨能夠大規模的消費家的垃圾桶,別人只能零零星星地丟幾個零零星星的垃圾。論效能來說的話,在這方面遠不如共產黨有特長。 所以,共產主義的崩潰跟華人社會的消滅,兩者之間是無法拆分的。就像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共產黨的崩潰都沒法拆分,俄羅斯社會的腐敗成果其實是遠不如中國的。 兩者是一定會一起倒下的,而不會像普京和索爾人一起想像的可以存在一個沒有共產黨的蘇聯,或者是可以存在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而華人在失去自己的功能的時候,一步一步地走上這個非常簡單,其實說起來好像是非常簡單的片局,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要注意,就是在改革開放時期,像1984年古拉格群腦這些書在中國是可以公開發行的。按照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不是中國人早就應該启蒙?其實不是。 看完了這些書以後,他們很難認為這是別人的事情,或者會落到別人口,我還是可以去的。 我就認識很多人,就是2017年前後認識很多人從美國跑回到上海或者諸如此類的地方去,認為只有在中國他們可以獲得賭徒那樣多的變現資源。 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的資源。他們全都知道,但是他們還是認為,我可以再賺一筆,然後再走。其中的很多人現在就正在上海被關在樓上。 華人大部分跟這種人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別。在政治風暴來臨的時候,可以預料他們大部分是沒有辦法信念的。 因為偶爾可能有一些零零性的東西,在歷史和人事上總是有零零性的落往之急。 但是在歷史記錄上,這都是必然而會忽略的東西,可以完全不予考慮。 當然,他們其實要有出入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能夠建立秩序,那你是不需要別人的秩序庇護的。 什麼叫做建立秩序?假定你要建立一個國家,你需要什麼?財政和軍事。 你需要像摩門教徒或者是像撒哈拉沙莫那些什麼伊斯蘭要引救世那樣。 如果這個社會上的所有東西我都看不滿意,我要自己建立一個新社會,我要拉得起一幫人馬,在這個社會上,像摩門教徒在沙漠上或者是五月花號的人在荒野上,我自己能夠建立一套東西的。 沒有任何華人肯做這件事情。華人肯做的事情就是,在別人已經建好的東西上面去蹭上去,當寄生蟲,或者想辦法返克為主,就是他們想幹的事情。 如果有華人社會的天花板,其實就是改開放式自由主義的、瞧不起的孫中山和二十四史的開過帝王這些人。 他們達不到基督徒和穆斯林另見新社會的境界,但是他們至少在天下大難的時候能夠拉起一幫人馬來,首先自己保護自己,還能夠保護一幫其他人。 結果在全社會普遍區塊的抵抗力的情況下,略帶把那些人當作資源能力,從他們扎出錢來,從他們變得非常容易,結果他們可輕了,輕而易就當了暴君。 其實,這些人按照他們自身的智慧生產力和組織能力,如果是在中西亞或者歐洲的話,恐怕連小民主都當不上。 只是因為他們周圍的社會太容易征服,像滿洲的入關中所說的狂而言,你只要稍微有一點技術輸出的能力,就輕而易就會變成軍閥和領袖了。 這樣的人當然也是有的,但是他們很可能不在體制內,而這是在社會邊緣。 因為在得不到機器建制保護的社會邊緣,才有那種特別自我保護的需要。 例如在中國機器和蠻族地區交建那些走私團體或者是社會邊緣的黑幫集團的那些地方,才是盛產未來的軍閥和帝王的地方。 喜歡雞賊、喜歡聰明、喜歡消費原有秩序的所謂成功者,包括科舉英雄在內,在真正需要自己生產的秩序的時候就會暴露出自己南國先生的本性,輕而易就變成了張献忠的犧牲品。 而張献忠為什麼那麼恨他?就是因為無產階級隱隱約約的本能人覺得,就像女人對自己的丈夫總是心裡面有些判斷一樣,總覺得你們東西是偷在的,並不是靠你們真正的本事。 但是又講不出什麼像樣的理論來說明問題,但還是隱隱約覺得不符。等到社會機構整個塌陷的時候,我過去所有的差異都被證實了,原來你們果然是一幫騙子。你們騙了我們這麼多年,現在我不會讓你好受人。 非常感謝阿姨,今天又交會了我們一費,非常多關於人生和德性建構方面的一些倫理。 可不可以請阿姨再簡短說一下,您對頓巴斯戰役未來的走向有什麼看法? 特別是我看您的推文,假設這個頓巴斯就類似於已經是普京的寧井防線的話,那是不是頓巴斯戰役與普京要是再失敗的話,整個俄羅斯帝國就會類似於寧井防線崩潰的,然後整個山海關的這些後勁的軍隊就給長須之路,把民國給整個征死,也就是意味著俄羅斯帝國的階級以及接下來的大陸戰爭呢? 實際上事情搞到這一步已經是沒有辦法了,就是要征兵你就是一開始就征兵,不要等到正規軍打光了以後再征兵。 現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一些人,比如說斯特雷科夫在提出,不搞總動員是不行的,因為陳建制的軍隊已經沒有了。 而俄羅斯在過去搞世上經濟時期實行的軍事改革制度是基本上廢除了動員機器的。 實際上俄羅斯已經沒有像普法戰爭時期普魯士那樣的易卑軍隊可以運用,普通人民和青年像是香港的青年一樣,基本沒有軍事訓練,只有為數很少的那三十萬職業軍隊,而這職業軍隊像是在燒開的鍋裡面加涼水一樣,一瓶瓶加進去。 最初開戰的時候,大家還認為是塔迪克的201基地是絕對不會抽到的,因為這是中亞的注釋,抽到以後中亞一定會倒下來,但是現在他們已經到了195的前線了。 昨天,加里林格勒處在德國和波蘭包圍之下的哥尼斯堡第十一軍也上上去了彼得堡,現在俄羅斯陳建制的軍隊只有北方四島那一個軍,全國一片空虛。 俄羅斯是一個沒有天然防線的國家,自俄羅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聽說過在漫長的邊界上,在包括高加索和中亞的危險邊界上,沒有一支陳建制的部隊這種害人聽聞的現象。 這個現象是不能持久的,肯定就是亡國的先兆,任何地方戳破一點以後都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糜難。 只是因為過去二十年,俄羅斯跟中國一樣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受益於全球化,在美國就是全球化之下,大家默認是不能夠隨便開戰的。 如果十九世紀、十八世紀、十七世紀的俄羅斯帝國有哪一次出現目前這種軍事部署的話,肯定戰爭是早已爆發的。 現在居然各邊都沒有爆發任何衝突,使俄羅斯可以一點一點地把他所有的部隊全都抽集到寧景方向去。當然,這個做法肯定很糟糕。 明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他在寧景作戰的時候,不斷把官林軍跳出去鎮壓一下黎之城,然後又把西北各總兵的兵馬、九邊各政,還有西南土司之類的兵馬調到滿洲來了。 他們的想法跟普京想法是一樣的,一勞容易。四滅此盧,一戰搞定滿洲人以後,我就不需要再用兵了。 所以,全國各地大征兵,全國各地大征兵也可以看出民國內地是毫無抵抗林的。 中原各省、吳越各省,他能夠出的兵是數而為零。 而民國的主力軍是九邊總督,沿著萬里長城這九個軍事重鎮的兵馬,然後就是廣西的囊兵,四川和雲南的土司。 比如說四川的將領就自己想辦法到澳門招了一些黑人火槍手,利用在朝鮮打仗的過程當中招了一些日本火槍手。 西北各邊,散干各邊的總兵會招一些穆斯林,會用土耳其火槍的穆斯林火槍手。 當然,最精銳的部隊就是擁有紅衣大炮的吳三桂的官邻鐵騎,這些軍隊全都湊在一起,清朝出洞去打滿洲人。 本來是想一戰打贏的,結果一戰打了全軍覆沒,那麼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就是李自成、張獻忠橫行中原的時候,傳統用來克制他的散軍、西北各邊的總兵是不復存在了。 過去鎮壓倭寇、維持江南治安的四川、廣西和雲南的土司兵,金法案已經被打光了。 所以秦良玉很可能是楊家長的傳說的一個原型,因為它確確實是像楊家長的傳說後面,蛇老太君十二寡婦出兵。 為什麼?男人都已經死完了。 好在他們是蠻族,蠻族的女人都多多少少能打一將,像廣西的瓦斯夫人、四川的秦良玉之類的。 為什麼像中國這樣,飛拉到極致的飛拉帝國到晚期會有女將的傳說呢? 西方國家真正有軍事傳統的國家,西方國家達達人、阿拉伯人基本上沒有。 真的要打仗的話,你如果比別人差百分之一的話,你會輸百分之百。這個百分之一非常重要。 就像在奧運會裡面,第一名比第二名領先多少?0.0000005秒,就差這麼一點點,然後第二名就全輸。就是這個樣子。 女人比男人在军事方面、体能方面差的就不是百分之零零零雾。所以假如你的军事水平真的像登峰造极方面发展的话,一般的武士还可以,紧级武士当中是很难有女人的。 女将能够出山说明什么意思?说明整个社会的军事水平非常之低,而且就出现了费拉男人还打不过蛮族女人,这是必然的。 费拉男人的精法是什么?科举英雄,好不容易读了几十件书以后,拿到一个学位,然后坐了官,老满常悔,肚子大大的,从来不锻炼。 这种人连本国的无产阶级都打不赢。真到张献忠时,他肯定打不赢张献忠。 而蛮族当中,并不是所有人我们都能利用得动。我们帝国其实只能依靠蛮族来提供军事服务,但是我们只能利用小蛮族。 大的蛮族太可怕了,他们弄不好自由地当成征服者来了。小的蛮族虽然也能打,但是人数太少,当不了征服者。 而且他们的欲望也有限,我们可以大量地费落他们。从费拉那里编户齐民那里拿了钱,去用来养那些吐司。 吐司你们就专门负责打仗好了,狼兵你们负责打仗。你们可以开到吴越来,吃吴越人的牛,喝吴越人的酒,让吴越人不用打仗,让狼兵去跟日本武士打仗。 然后等到遇上真正的强敗满洲人的时候,这些狼兵或者是吐司的男人都打光了,只剩下女人。 然后帝国只剩下这么点的资源,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秦郎玉还是比我们的巡护总督要能打很多了。 虽然他们家的男人都死光了,但是就算是女人也还是比我们的男人能打很多。于是十二寡妇上了前线。 在现实中是秦郎玉带着他自己的寡妇兵船出动,在民间船中就变成杨家将死于冤狱,舌太军带着木龟英和十二寡妇上的战场。 当然秦郎玉的作战水平如果换到西方,肯定是全境覆没的,但是在民国末路,他居然还能好几次打败张献忠。 这就说明张献忠的军事训练就那样,所以等到满洲齐名来的时候,张献忠一次圣战也没打过,就完全垮了。 你想想在民国还在,满洲人没有入关的时候,他显得那么可怕,满洲一来后就一门不知。 这就说明有问题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都已经差进到了极点。 所有的军队都拿出去是因为民国是依靠职业军队的,职业军队以外的普通人民没有军事训练,无法征集。 俄罗斯帝国比民国要好多,因为俄罗斯传统的军事帝国,人民对军人的尊重程度至少还要高得多。 但是在普京执政的这二十年内,职业军队已经把普通人民解除了武装。 现在即使是要征兵的话,征道的俄罗斯年轻人也是没有军事训练和没有军事经验的人,比跟他现在正在拼光的职业军队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他依靠这些小的职业军队,打了叙利亚战争,又依靠全球化的形式,俄罗斯边境无战事,依靠苏联留下的余威和文宣包装,把自己包装成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而人民就像蒋介石的大学生和光绪皇帝的清流一样,我们被英法吊打倒也爆了,小小的日本只够资格向朝鲜来做我们的藩属国,我们如果再让他面倒是过不去的。 所以,清流不让普京后撤,普京像崇祯皇帝一样,也不能后撤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藩属国呀,是俄罗斯的小俄罗斯的行省呀,这个跟波兰不一样,跟德国不一样,跟西方国家不一样。 如果要向美国人让一步,或者跟德国人让一步,还可以说,跟波兰人让一步的话,俄国人就很不满意。 跟乌克兰人让一步,那简直是笑话。乌克兰人从来都是被俄国人征服的,这简直是笑话。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离去这样扮演的撒谎了。 所以没有办法让步,只能够全能报复,报复就不需要有兵,没有兵只能把现有的残余的职业军队一点一点扔进去。 任何军事下都会认为这完全是胡闹。俄罗斯现在剩下的三十多个余,以这种方式我们要注意一下地理形式。 俄罗斯其实是几个孤岛。核心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铁路联系的那一个核心俄罗斯。 一个是远东岛,就是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南那一个远东岛,它集中了远东的大部分人口。 一个就是黑海高加索岛,黑海沿岸到北高加索那一个区域有些人口。最便捷的联系方式是圣彼得堡出海,走海陆到胡拉底洛斯托克,或者从海陆到塞瓦特波尔。 如果从陆路的话,比较可怕的方法就是铁路网。铁路网至少还能大宗运输,公路网养护成本很高,现在已经烂得差不多了。在欧亚大草原那区的公路网基本上就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所以俄罗斯军队一开始就进攻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一个铁路枢牛,只要拿下了哈尔科夫,俄军的物流就不成问题了。 但是哈尔科夫拿不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哈尔科夫附近的莫斯科运到比尔格洛德,比尔格洛德运到伊匹库姆。伊匹库姆是一个只有三万人的小镇,跟哈尔科夫没有办法相比,而且铁路到此就结束了。 物质到这里,在绝法岛,这里就是关铃军的绝法岛,绝法岛在海上比较安全,不容易被满足人抢。 从江南运来的营养和物质就集中在这里,这里才是关铃军的命脉。但是再遇到前线去,就要离开铁路走公路。 而这个公路跟马尼乌波尔的新亚书斯科公路一样,是一条烂一路,现在又是四月,这是所有季节当中路最烂的一个月。 所以,只要军事家负责或者是藩政负责,比如说像斯特列科夫当年在顿巴哈战争的时候,他自己能够阻挡一遍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肯在这个地界进攻的,至少要等到夏天路干的时候再进攻。 但是文人领兵、清流领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懂军事,他们在乎的是舆论效果和政治效果。前线军人的事实是否,他们根本不管。 所以,后来吴三贵详亲,以及后来洪光市政都详亲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平时在体制内都经常做这些文人欺负。 你们装逼的是你们,牺牲的是我们。 例如在松山战役的时候,红尘族、朝边家和吴三贵都在前线,吴三贵是打得很好的。 他把黄泰吉派的总指会吉尔卡郎给打败了。于是,黄泰吉震惊之下,到现代化出去下了一个总动员令。 辽东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当兵。我们要对当兵的不仅是满洲人,而是所有的人,包括像曹雪庆他们的祖先那种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汉军投靠者、附庸家臣那种人,全都动员起来上了前线。 这就是勋国之战的。把吉尔卡郎的直撤了,任命后来当社税王的多尔古人当新任宗智会。这个主要就是吴三贵的打出来。 虽然他打了败仗,但是败仗其实是文官造成的。 首先,兵部成行甲要分兵前进,像沙拉腿一战一样。红尘族说他慢着绝对不行,当年就是因为分了兵。 敌军机动在每一路上都能够形成压倒优势,而我军分散在每一路上都构成劣势,你们还要这么干,我不玩了。 好不容易争取到把军队集中起来。然后文官又开始吹战。问他,我们从地图上看,松山跟锦州只有这么点路,你们为什么直接打过去。 红尘族说,当时廖儿乡下没出生,但是地理形式是一样的。官邻之间的走廊就是北宁路那条线,左面是山,右面是海。 跟刘备攻打吴迅,收复荆州,在怡邻全军覆没那一次的地理位置是一样的。刘备左面是长江,右面是群山,红尘族和吴三贵是左面是群山,右面是大海。 能够走路的这条走廊就只有一条公路那么宽利。军队排成一日长式地在里面的前景,织重在海上,敌军很容易把你切成几段。 一旦切成几段,你就全都完了。你只能稳达稳达,一路修着堡垒,慢慢前景。 脱离了堡垒,乱闯的话,一旦被敌人分割,像后来的廖艾桑的部队一样被切成四段以后,大局就完全崩了。 这绝对不是适合运动战的地方。首先要一路修堡垒,而且还要把粮食从后面的堡垒往前面的堡垒一点一点地运。 但是由于地理形势的缘故,重兵还是集中在前方,后队软弱,最后终于被满洲人专的控制,从后面来包围。如果分兵的话,其实只会败得更快。 一路库墓到一九墓前线,就是只有一条等级很低的公路,再雨季已经烂得不得了了。 从地图上看,它这个距离只有从松山到锦州城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路烂得没有办法走。 在这条路上走的物流成本比从莫斯科到比尔哥洛德,比从圣彼得堡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运输成本还要高。 大量的物资留在比尔哥洛德,乌克兰就像满洲人对绝发岛一样,不断偷袭他们,烧掉他们的燃油、烧掉他们的物资,留在那里只会慢慢消耗,一定要运到前线。 运到前线,就通过这条烂烂的公路往前走。 而军队也依靠这条烂烂的公路上向前方的锦州城,就是斯拉维扬斯科前进。 文人从地图上看,舆论领袖、电视节目主播的人在那里气急败快,就这么点的路你们为什么走不来?这条路好走吗? 而且这条路就像是邻里之间的走廊那样,细细的一条,左面右面都是沼泽街。 就是一旦离开了路,你的重装备现在沼泽里面完全走不动。 而在这条路上走呢,你就要排成一条一字长是正的,长长的,又细又长,就像斯特列科夫所说的那样,像一个巨大的蘑菇瘦弱的柄一样,补给线之后的这个瘦弱的柄。 这样的柄要切断起来非常容易。任何一个点上,你都没有办法形成优势兵力。 你前进得越远,前仲后倾这个局面就越容易被后方利用。别人在后方选择一个点,切断你的路线,你在前方军队失去了补给。那你就只有两下选择,要么就像吴三位那样突围。 趁着我的军队目前还有肉吃,还能打仗的时候,要么打死了,要么就突出去了。后来吴三位之所以能够留到凌王,就是因为他突围突出去了。 尽管他打了败仗,他还是唯一能够突出去了的将领,所以最后的总兵还非得给他当不可。 而红尘丑欧和朝变交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最后粮食也没有了,就开始吃人,吃老弱病产,老必战也吃网了,军队饿得半死。 这时候再突围已经是注定失败,所以就全军覆没了。 所以吴三位当时当地一段突围,其中军事上是正确的。 他肯定在整个战略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体会到了张若宁和文官胡乱指挥的痛苦。 平时的时候他不敢不听,因为那些人都是上级,但是心里面已经骂娘骂了N多次。 当时没有网络,如果当时有网络的话,他们也肯定会像今天涉猎科夫一样,一天到晚在上网通骂普京和烧一部误国。 但是当时的武人没有办法自己出来当清流和舆论领袖,只有吃这个哑巴亏。 文人把你们害死了,还有女子巨长说:"你他妈怎么退投降呢?你怎么可以被俘呢?把庞上面都丢光了,你难道就不能够像烈女劫妇一样给我们自杀一个看看?" 你看,我们写过很多小说:"啊,坚真的妇女在丈夫死了以后一个都自杀了,你他妈的一个男人还不如女人休休休休休休,我好好嘲笑你。然后他们自己呢?" 我们敬爱的监军官张若霖,这样责备了他们以后,然后他在前线撤下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逃回了北京城,皇上召激六亲问罪,觉得你们都该枪毙,于是把他和其他的将领判了死刑。 但是这样不行,我们淘情只有这么点兵,所以带罪立功,通通回去打仗也就不杀你们了。 张若霖斩监后,下一次明年大赦又重新放出来,继续做官,然后他面不改色地继续做官,做官做官,然后等李治晨进了城以后,他就投向李治晨。 他显然既没有像他指挥的那些武夫那样的结合力,然后李治晨打败了后,他又亲亲爱的就投向满洲人的,于是他又回到了亲爱的老朋友吴三桂身边。 在松山战役之后,他就在吴三桂身边,然后等到满洲人入了官后,他又在吴三桂身边,两个人都投降了大清朝廷。 你可以想象像吴三桂那样武人,对张若霖这样的文官是什么看法。 妈的笔杆都掌握在你手里面,最后你写出了历史书,还要说都是我们武人不行,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会怎么对付我们了。 所以等到南民政权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陈一波、刘孔昭和洪光市政的刘德卿这些人就联合起来,对洪王皇帝哭诉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身勿尽。 请您请皇上允许我们拿出三尺宝剑来先清洗下这些混蛋,然后我们再好好地打天下,把朱莱章的天下给我们打回来。 皇上表示不能接受。朝廷自古未来就是有文官当权,最后他还是让石鹤伐和马斯汀当权。 后来的历史发明家把责任全放在马斯汀里头上,以为石鹤伐的当权就很好,但是从石鹤伐在扬州的军事能力来讲的话,显然是比起郑成功和吴三桂也差得很多。 杨州就算是非打败仗不可,也不至于像他那样一个星期就垮下来了,他显然也是像张罗林一样乱指挥。 他只有一点比张罗林强,就是打了败仗以后,他真的去像文人士大夫鼓吹的劫富列宁一样,老子真的去死了一死,就是不投降。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像张罗林一样关系投降去了。在安全的情况下,我只会你们赶紧去死一死。但是真的需要死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投降去做官的。 妈的,读书的人真他妈的便宜占绝了呀!不但史上的便宜都让你们读书的人占绝了,连嘴上的便宜都让你们占绝了。 武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像是随府转移的发龙,对他的上帝流高了。这些带头尽的读书的人把我们欺负惨了。但是没有办法,大宋朝就是让读书的人来欺负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 好在终于有一天,即使与宋公民哥哥来给我们指的条名诺,我们难道不能杀掉这些万恶的文官自己出来战三为王吗? 哎呀天哪,公民哥哥真是聪明啊,为什么我想不到这一点呢?我早该想到这一点呢!这样杀了他们该是多么的痛快啊! 所以洪光市政还有吴三桂他们对付那些万恶的文官司大夫想法跟发容器是一样的。我从早点没有想起来了,幸好现在满洲人来了,我总算可以扬微吐气了。 妈的,我跟着满洲人杀进了南京车和北京城银以后,好好欺负你们一下,出一口恶气。 应该说尽管这些武官并不是好人,但是被他们整滑的大营潮和那些士大夫阶级更是十足的混淡。 按说的话,首先俄罗斯是个半欧洲国家。俄罗斯皇帝虽然不像是所长索尔益子和西欧军主那样经常上战场, 但是哪怕是斯大尔益在内,经常都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多多少少懂一点军事。至少就算他们不懂军事,也是凭着自己个人善作威服,发挥自己独裁权力。 没有听说过像普京这样让电视台主播或者是新闻报纸牵着笔子走,就像明朝皇帝、宋朝皇帝和光绪皇帝一样让那些报馆主笔和清流斯大夫牵着走,他们怎么指挥就怎么拿。这样的打法犯了任何人都会输的。 即使是邵义武完全不行,任何一个前线指挥官都会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集中兵力,什么情况下应该分兵。按说的话,大军从基辅撤回来以后,四个人都知道必须要重新整编。李宗仁和蒋介石都是在武汉重新整编以后军队才上战场的。 松复战场的时候,国军的主力其实已经崩了。我们都知道兵败如山倒,不是说是上去六十万人,下来只有三十万人,我还有一半的兵力可以利用,不是这样的。 军队离开了自己的建制,三十万人只有难民的战斗力,不是说是有六十万军队一半的战斗力,而是只有零战斗力。 你要重新编组,你不要以为把贵军和粤军编在一起做能打仗,重新编组、重新组合,给他们新的装备再训练一下,这都需要时间了。 人类军事史上从前线下来以后,不经过重新整编,转一个弯就重新到哈尔科夫去的怪事。 这又是普京同志创造了一个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拿破仑三世比拿破仑三世有点无辜拿破仑三世,因为拿破仑三世是不干这种事情的,他在军事上至少比普京要内行得多。 如果不是这些事情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我无论怎么样黑俄罗斯帝国,都不敢这么黑它。 从来没有过这样用兵的方法,直到我亲眼看到他们真的这样用了,从明斯克车下来的部队没有回去修整,直接就到了哈尔科夫,从加里林格勒车过来的部队直接就上了前线。 按说的话,按任何军事上的常规的话,他们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星期的整编。这样上前线以后,他们的战斗力是等于零。 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呢?这又是民国兵部那些文人把土司兵、穆斯林士兵和日本兵编在一起的伟大技术。 按照他们的想法,十几万军队的战斗力一定是一万军队的十几倍,没有错。如果原来打不赢的话,肯定是山海关的军队太少了,对不对? 我们把穆斯林军队、日本军队、黑人军队全部加起来,人数增加十几倍,哈哈哈哈,你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我们? 其实,红尘筹肯定会骂娘。为什么后来吴三贵活着回来,带着兵费了,而红尘筹全军护没了? 因为吴三贵只有他自己的,照吴湘后来与重庆皇帝说的那样,我们救了我们那三千家丁。这里面奥谬的是什么? 家丁是总兵官的仆人,理论上讲他不是军人,但是等到明宫末日的时候只有家丁能拿。为什么? 因为总兵官能够指挥这种家丁,他自己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养的家丁,自己给这些家丁买什么斧狼机之类的先进武器给他。 而国家的军队像国家蝙蝠齐名一样,要接受文官指挥和国家配给的各种奇难无比的武器。这些武器到关键时刻背着很重,同时又打不出火,你还不如扔着它,光着去骨逃命比较好。 所以搞到最后就只有家丁能打。吴三贵和吴湘,吴湘后来就从这皇帝说,我有三千家丁很能打的。 吴湘后来说,什么?三千人太少了吧,我十几万人不都打没了吗?吴湘下皇帝简直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军队不是人多了就能打的。 你想我的家丁,我可是好好训练我好多年了呢,但是他也不敢说皇上宁的军队是批文也没有的,他只敢说我的军队我可是好,使劲要训练了他。 皇上半信半疑,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李日成已经到了山西,皇上已经只有吴三贵捡军队了,于是他只有信任他。 吴三贵之所以能逃退,就是因为他只有他自己的这点军队,这点军队他可以指挥得动,所以能进攻的时候他打得很不错,能把吉尔哈囊这样的名将都打贪。 所以吴三贵会叛变,因为他觉得如果单就就军事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一定打不赢的满洲人,之所以明朝之所以明朝不是他的错,是那些文官的错。 如果全国都归他指挥的话,他不一定打不赢,实际情况跟这个也差别不算太远。 所以他带着他的两千人马,成功地逃回了宁愿。而红尘仇如果只带了两千个,比如说只带朝遍江那两千顶其部,他也能逃走的。 但是他是大军统帅,十几万大军,朝鲜人、日本人、黑人、穆斯人全都在里面,那就像是蒋介石手下的贵军、粤军、晋军、巴鲁军、新西军混合编在一起,彼此之间还经常打架。 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内耗了,极少数像吴三桂那样的军队,他如果不见机逃走的话,他就是孟良谷的丈夫。 国军打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最精硬的军队长驱直入,然后别的军队很想陷害他,然后等到最精硬的军队被包围的时候,谁也不来救他。 然后极少数真正肯打的军队被监免以后,其他各路军队都会不会像政治家一样跑去找共军谈判了。可不可以安排我做一个甘肃省省长?蒋介石只让我当副主席。 如果你愿意把甘肃省主席给我的话,我是很愿意放弃蒋介石的陕西副主席来当你的官了。 现在我还不敢动,因为白崇喜手下还有十来万精兵,你们可不可出力替我们消灭了这十来万?消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亲爱的一起去进正邪了。 国军就是这样打仗的。把各种来源不同的军队混编在一起就是这个结果,红尘仇就是被他的杂败军给害死了。 他如果只有几少数敌系部队的话,本来可以像是贺人龙或者是吴山贵一样,打不一定至少能跑得到,左当越后来也是因为跑得快才跑得到的。 但是这样动动就跑,那你跟含糊去有什么区别?你又不是母国的总司令,而是国军山东战区的副总司令,蒋介石是可以枪毙你的,所以顺算体也可以杀掉贺人龙。 但是杀了贺人龙以后,他的军队就解体了,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真正能打的军队都是依靠封建关系集结起来的半私家军队,而国家军队一定是没法救药的。 把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半私家军队凑在一起以后,他们的战斗力不但不会增加,翻回下降,把新兵、老兵、高加索人和蒙古人随即便要混在一起。 这就是普京现在的打法,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把数字凑过就行了。我们原先有一百多个营,后来打到只剩下八十多个营,现在东线还有三十多个营,我把二十多个营70%的军力都交给你,希望你给我打一个漂亮的仗。这是打政治仗。 那另一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在圣地情况下收场。你看,我们是把乌克兰打垮了,然后神圣收兵,我们没有被打败。打出这个面子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收兵了。 之所以要飞打马尼乌布尔布克也是个道理。马尼乌布尔通向是什么地方?它什么地方也不通向。它东面是新亚书斯克和塔干罗杰,西面就是难尼海岸,一整条路都是难尼海岸,它真正的攻给来的是沃尔塔瓦尔和北方来的铁路,通向顿紫斯克。 如果俄军要维持物流的话,从沃尔塔瓦通向克里米亚、通向西费罗夫河那条内陆铁路才是关键。拿下来的内陆铁路以后,马尼乌布尔可以不打的,让它困在那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就因为亚书赢在那里,我们如果打不来亚书赢,就不能报仇学耻。我们是来去纳粹化的,亚书赢就是纳粹。如果我们放在纳粹不打的话,我们是四处无名。好吧,这就是让文宣人员指挥战争结果。 就在野战军都快打没了以后,还要分一半的兵力在马尼乌布尔,毫无用处在那里耗的。 剩下一半的兵力,全都拿出来放在一九步的烂尼路上,呆呆地等着你们去攻打比马尼乌布尔更加坚固的斯拉维扬斯克。 就算你到了紫州城下,你也进不了城。所以前线将领显然是没有动机往前走。 再往前走,后路拉得更长,乌克兰人撤击你,背后包装你的机会就会更多。 但是广大的新闻主播、广大的媒体代言人和舆论领袖正在指手画脚,绝对不行,连莫斯科号都被我们打成了。 我们需要狠狠地教评,乌克兰人,现在我们不能谈判了,一定要打赢才行。 我们可怜的普京是一个表演的沙皇,而不是拥有实权的沙皇,他像所有的演员一样不敢得罪观众,他要牺牲他既有的这点军队,让观众看得开心。 就像沙尔虎战域和松井战域一样,北京和苏州的舆论领袖口莫横秽的指挥皇帝怎样打仗,像北洋舰队出师的时候那样,北京的清流士大夫指挥李鸿章怎样打仗。 其实就像宫庆王在法越之战的时候,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说过那样,战争由很多人来同事指挥,一定会糟糕。李鸿章虽然有一万个不是,但是至少是财大心系的人。 你如果把战争完全交给李鸿章,他不会给你打得很惨败的。但是招就招在,你又要用李鸿章又要四面往上干扰他,那他就非败不可了。 要么你就全方位的信任李鸿章放手去打,要么你不要用李鸿章,你也行,你让李鸿章退休,致你宁愿放英文去打,但是不行。 除了李鸿章,我们没有可用之人。我们文人虽然说得一片嘴响,但是仗还是要吴三桂去打,我们才会去办法什么?撤吴三桂的词,然后让他带记立封。 吴三桂心里面当然对此是不会满意的,也不愿意好好打,谁谁都会被换。 但是既然你不愿意信任吴三桂,你为什么不派别人去打呢?把军队交给一个靠不住的人,这是何苦来着?但是让别人去打,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打。 谢谢,我的任务是在安全质量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让我去打的那样是绝对不行的。所以结果就只能这样了。 前线军队在这个情况下,心里面的想法肯定跟吴三桂是差不了多少的。 他们知道文人准备拿他们的命去换取自己的须面,打圣了以后都是他们指挥有功,打败了以后不仅是死的是我,而且责任还要全部放在我头上。 他们对辜负他们、欺负他们、占他们便宜,还要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的国家充满了痛恨。就凭这一点,普京已经是非往不可。 然后,这一档打败就像嵩山打败以后,俄罗斯再也没有野战军了。中亚高家属各路的前线,一旦看到边军已定,那么就像李自成、张亨宗一样,就要纷纷下山。 各地的巡护总督,纷纷弃止逃亡,把秦王留给李自成、张亨宗足肉吃。 因为大家都知道援兵不会再来了,援兵已经在山海关平光了,俄罗斯帝国再也没有军队可以利用了。 这时也许俄罗斯还能进行总动员,但是总动员也已经太晚了,也只是有人。 平时没有经过训练,在二十一世纪依靠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看抖音、看视频节目长大的这些年轻人,枪都没有磨过年轻人,要他在短期训练出来,又没有老兵带他,他如何能训练出来。 制造出来的人也是白白去送肉的。俄罗斯接下来必然会举国简体。 而且拥有武力那些人,要么就是前线军阀回来的,像吴三桂和左梁玉一样,对民国皇帝和士大夫充满了不信任和仇恨。 要么就是高加索人、中亚人和蒙古人,不是蒙古人就是突厥人,全都不是俄罗斯人,是被俄罗斯人过去征服的敌人。 他们对俄罗斯帝国的看法就像是满洲人和蒙古人对大明帝国的看法。接下来的武装完善上,我在这些人的时候里面,俄罗斯的问题并不是北约或者西方,而是在这样一场混乱当中,俄罗斯帝国像败战成帝国一样有一个无法支撑的大包袱。 民国的巨大领土是意味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巨大的编户勤迷人口,而每一个总兵都只有几千人,四面往上分散出来。 而且总兵手下的部队的金华都已经送到三海关去牺牲掉了,自己手下的这些老弱病残,完全依靠空架子维持。空架子一岛,各地的县官、州官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能够活着逃走,不落到张献忠或者其他报名的手里面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称之就是一个虚面子,虚面子一旦老的话,任何力量都可以像1918年的结合军团那样横行俄国境内。 在这个情况下,普京恐怕真的要循设计,他不可能像拿破仑三社那样轻易下台间了。 他平时虽然不肯把他自己和他自己高官的子弟送去打仗的话,但是现在他要跑到西方和中立国家去也没有出路,恐怕只有一事了之,而俄罗斯帝国在他死以后也会像败战型帝国一样,无法重建。 评论家会非常惊讶为什么有这种事情,一千年的罗马帝国,五百年的俄罗斯帝国怎么一下子说明了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早在他正式垮台以前,他内部早已经被主空了。普京的职业军制度就已经把帝国主空了一半,是注定了帝国不能承受真正的战争。 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会提前发动一场真正战争。这是超出我意想之外的,也确实是活得不耐烦。 因为预见到以后,日子会越来越难过,还不如一死百脚。所以,顺着一死百脚的迟路走下去的话,这个月之内俄罗斯就没有意义战军了。 全都依靠新兵、穆斯林军阀和蒙古军阀主持的俄罗斯帝国,各路军阀纷纷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搞鸡养的一个俄罗斯帝国。 它能不能够称过今年的冬天是很成问题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中国因素了。 按说话,中国人至少有些钱,俄罗斯至少是粮食产量还是有余的。 如果把俄罗斯的粮食产量和中国的资金周转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许俄罗斯还能够称过今年的冬天。 但是称到明年的春天,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鸡贼想要趁火打劫的话,那么俄罗斯就完蛋了。 在今年夏天,失去野战军的俄罗斯帝国的前线会全线崩溃的,各路军阀纷纷自立,穆斯林在中亚大闹起来。 普京只靠刻薄抓几个将军,是没有办法维持俄罗斯帝国的完整性的。 很可能,如果我去普京出来这个地位上,自己干脆开一个飞机去撞山,使得体面的人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现在,普京只能够硬着头皮,让他最后的自己乱军,就像是赌徒一样赌下去。 你赌赢了,我就可以体面收场了,也许俄罗斯帝国才能有救。但是这支军队是没法赢的。 他已经陷在那尼墓后面,而且乌克兰已经发现了他的奥妙,开始从后面截断他的交通要道。 这个交通要道是没有办法防守的,这个道理像廖廖乡没有办法部署代言,是一个道理。 就只有一条阳长小道,你的军者阳长小道一致排开,左面右面都是敌人可以进攻的地方。 你防御哪一个地方呢?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加强防御,其他地方都会暴露出来。别人如果在一个地方打不动你,换一个地方打肯定能打动。 所以,前线的败报等不了一个星期就会传染。俄罗斯最后一支野战军,坚持不到这个月月底了。 普京是打算这一次打赢了以后,在国内获得面子以后,5月9日以后宣布我们已经打赢了,像邓小平从越南那样,尽管是损兵者那样,但是面子上我们举行一个胜利阅兵式,回过头来。 然后战争结束以后,希望西方放风指财,然后我们还可以苟且过日子。所有的预判全都是做的。前线军队不乱打不下,就回不来。而且西方国家这一次不打算给你苟且的。 是波兰人、是英美和波兰人在主事,法国人和德国人像在第二次伊拉特战争时期一样,被美国和新欧洲联盟边缘化了。 说不上话,冷战老将们觉得,既不可思时不再来,这一次一定要捏死你,不让俄罗斯帝国有回过头来喘气的机会。他所有的指望都会全部落空。 这些指望在政治上的架子,说老实话,就跟希特勒临死之前,跟战兴师一边算,罗斯福总统会不会死? 因为当年辉德烈国王打败仗的时候,伊丽莎白的女皇死了以后战争就结束了,而罗斯福果然死了,纳粹上下人心一震,看来心象还是灵的,我们还有希望。 普京所抱的希望,跟希特勒临死之前,随时期待罗斯福会不会死,死了以后会不会结束战争的希望是一样的。 其实,一九亩前线的这条战域已经无管紧要了,这次军队总共才只有两万多不到三万人,即使能保存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 关键就是,英美实际上已经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掉俄罗斯。旧外战争的军队能够平安地撤回去,也许能够保住普京个人在将来的军法抗战之后还能够多撑一阵子,但是整个意义也不大。 但是普京不会是一条好汉,他真的是有国无家,他这时候没有冒私心,把所有的残权军队一支一支的像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赌徒那样,输光了脑以后把老婆的手势毫不犹豫地压着下去。 非常感谢阿姨,今天又对我们讲解未来战况的演变,因为今天也用了阿姨非常多的时间,阿姨我们访台今天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那希望下一次在发展的时候已经看到无助中这边的战局,现在像你一切的样子。 那阿姨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阿姨再见。 OK。